你這麼有恩你還罵他 所以各位這一點 我們學佛了 為什麼還要放生 為什麼還要超度這些孤魂野鬼 為什麼各位剛剛還要做麵包 用身體給眾生吃 為什麼 再念一次 眾生都是父母 眾生對我有恩 這是最最最重要的 我來印尼學最比較多的 所以我看到很多印尼人 經過我們面前 他都會身體彎下來 這很尊敬對方 我去印度 我看到很多印度人 看到我們出家人 他身體會彎下來 把手放在我們鞋子上 我尊敬你 那各位開始要學 今天晚上回去 你看到你老公 你要手放在他鞋子上 我尊敬你 然後也放在你工人腳上 我尊敬你 沒有你 想要給他洗衣服 沒力 想要給他帶小孩 我沒力就沒腳 想要給他開車 但是你要 如果你有這個心態 你就心情很好 如果你看不起對方 你就很孤獨 各位一定要這樣學 如果你這樣學 那你旁邊就沒有小人 什麼心態來什麼人 佛教講 心 遭感你的命運 你看你 你的兒子要帶媳婦 你每天 我來做禅師 我那個媳婦一定是好人 我替她做善事 還沒有認識她 我就替她布施 她來 一定要來幫助我兒子 我很謝謝她 哇 來了媳婦就是很孝順的 住宅來 不是來破宅 然後你心不懷孕了 你要用感恩的心 每天拜佛幫助別人 哎呀我這個孫子來 一定是帶很多財產來 然後呢會 會讓我兒子更發財 那你就會來一個 來一個報恩的 要來這個討債 了解嗎 所以人來投胎 這是佛教講得很好 我可以告訴你過去是 但是我不能沒辦法跟你講未來 因為未來你可以改變的 你要改變你的命運 假設你做醫生 然後每一個病人 你都把他當做自己的父母 不是賺錢的工具 用最好的藥 最好的方法 讓他趕快好 那這個醫生呢 而且收比較少的錢 人家生病了嘛 這個醫生 到了老都不會生病 他的兒女都會健康 都會很孝順 因為他是一個道德的醫生 但是如果這個醫生 一直賺錢 買Benz 買BMW 別人很可能 買房子 然後呢他老的時候 很難死 知道吧 以前難死有聽到嗎 很不好死 然後小孩子呢 報仇 討債 這個小孩子就是 過去他醫死的那個病人 現在來投胎了 要來跟他慢慢討債 所以佛教講啊 這個世間 一切都是 念一下 因緣果報 善有善報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好心好報 好人好自己 算了呢 壞人 壞自己 所以你兒子對你很壞 因為你過去對人很壞 你兒子對你很壞 因為你過去對他很壞 所以他就來倒胎來幫你討債 所以佛教要我們 修這樣的心 最重要 再念一次 永不傷害眾生 那這個叫 皈依法 剛剛我們皈依了 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摩 既然我們要 南摩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摩觀音菩薩 南摩地藏王菩薩 護法善神 保護你 不是保護你發財 是保護你的慈悲 道德 你自然會發財 那再來我們叫 規法 什麼叫法 在背策 永不傷害任何生命 保護所有眾生 那各位從今天開始要真正規法 千萬不要為了自己賺錢 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欲望 就去傷害別人 我想每個男人 結婚了還會有欲望 為什麼老人的母 怎麼比我們母比較漂亮 為什麼老人的老人 比我們老人比較厭 對不對 剛認識也很厭 也漂亮 在家裡穿內褲跑來跑去 怎麼會厭 對不對 都生了都一樣 但是 有欲望 沒有錯 但是你不能破壞人家 你也不能破壞你的太太 如果你欺負你太太 你兒子就很可憐 知道吧 爸爸欺負媽媽 對不對 兒子心裡就變態 兒子以後就不相信別人 女兒也不相信別人 他會覺得 哎呀我很可憐 所以因為他同情爸爸 或是同情媽媽 所以一個做不好 就會傷害到他們的心態 請問 一個男人如果外面亂找女人 祖先會不會掉眼淚 祖先就甘苦 我這個兒子 剛臭臭的這樣對不起人 這樣啦 所以 你不要說祖先死的不知道 祖先是我們最大的護法神 祖先如果升天啊 你每天都在賺錢 為什麼 這台老爸老母阿公阿嬤 每天都疼子疼子疼子 對不對 每天想盡辦法要讓你賺錢啊 考了好的學校啊 娶好婆阿 祂會去幫助你 因為祂跟你的緣嘛 但是如果你做兒女的不孝順 那爸爸媽媽就傷心 所以各位在這點 孝順不是說活的時候孝順 祂往生了以後更要孝順 這是佛教的觀念 因為 念一下 生命有輪迴 所以佛陀跟我們說 我們的生命就不斷在輪迴 所以我們有好幾世的爸爸媽媽 都還在關心我們 像我啊 我老實說 我在世界跑來跑去啊 現在對我最好的都是我過去的爸爸媽媽 現在會來看我的都是過去的兒子跟太太 兒子也會來看看 但是爸爸媽媽就是一直在幫助你 所以用他的方法 有些是出家的 有些在家還在幫助你 這個是雖然他沒神通 但是他就自然想要幫助你 但是也有人故意要害你 他為什麼要害你 問他看不慣喜 因為他心裡 這個因果他就討厭你 他就想要傷害你 所以人的心態 一直在影響這個世界 影響周遭的人 所以佛陀要我們保持 捏一下菩提心 慈悲心 空心 那不好了就不會過來 所以如果你好色 好色 那好色你就有感情在主 所以我曾經碰過一個女孩子 很可憐 晚上就有男人來搶劫他 不是真的男人 鬼 很可憐很可憐 然後我快神經病了 他曾經想說要自殺 他媽媽也來找我 問我怎麼辦 那我說這個就是他欠他的 這個男人已經死了 做鬼他都要天天來搶劫他 那怎麼辦 那你一定要先把他超度 怎麼超度 你不能談戀愛 他還沒有超度以前 你不能談戀愛 你不能愛漂亮 你愛漂亮想要談戀愛 他就會吃醋 他就會來找你 如果這一段時間 你守八關在戒啊 守49天 49天好像幫他做 做桃損禮損先把他超度了 49天之內 替他供花替他送金 他就超度了 那你以後要談戀愛 你就會找到好的對象 如果他在 他沒辦法阻止你談戀愛 他就會找一個來傷害你的來害你 所以你身上如果有感情在主 你的感情就不會順了 對不對 不順很痛苦 所以各位了解這個道理 那台灣人說 人在做天在看 意思是說 你在這個世間做什麼事情呢 因果百分之一百都看得見 所以千萬不能做虧心事 所以一隻小螞蟻 一隻牛 一隻大象 一個小朋友 唸一下 生命平等 各位要這樣想 生命平等 所以天空就是我 螞蟻也是我 因為我殺螞蟻 等於殺了我自己 就像各位媽媽 哎呦 墮胎 腰不好 婦女病很多 有些偏頭痛 膝蓋痛 為什麼 因為你殺了那個小孩 所以你會生病 但是 如果你 愛護牠 把牠超肚了 那你就不生病 如果你把牠生下來 照顧牠很健康 那牠一輩子來孝順你 善有善報 千萬不要以為 死了就算了 所以同樣一隻魚也一樣 一隻魚你把它吃掉了 那牠就是你的冤心在主 慢慢了 為什麼腿不好 要吃雞腳 要吃豬腳 就是這樣 沒有別的道理 所以你吃什麼 那你就傷害什麼 你愛吃豬肝 你水餌 你的肝不好 因為你吃牠哪裡 牠就附著在你哪裡 因為生命有靈魂的 就像你 你現在在聽我講話 這個叫靈魂 你的心 那你把牠身體吃掉了 那你的身體要借牠用 牠就躲在你裡面 躲久了 你都不超渡牠 牠就變成癌細胞 牠要吃你的營養 所以得癌症呢 你吃得越好 越瘦 特別你喜歡吃肉 哇 牠就長得更快 所以各位哪一天 各位不小心生病得癌症了 那你就趕快吃素 然後呢 很多念佛 再來呢 懺悔 經常跟他們懺悔 但是 修行也不能自私 當我胃痛 的時候 那我懺悔呢 要這樣講來 為所有胃痛的人 求懺悔 哪一天你知道我為什麼會胃痛 因為我這個人憂傷 所以 希望大家都不要憂傷 這樣 你要把你的病 變成一種慈悲 那這樣 你這個病 就很快樂 就像各位 你把你的一條 拿去幫助幾個沒飯吃的小孩子 唉唷 你心情快樂 雖然你知道這一條不見了 你可能最近也沒錢 但是你心情很快樂 而且你積了很大的福報 對方最痛苦的時候 你去幫助他 那你將來得到了果報 人家賺十條你可以賺一百條 你自然會有大福報 所以老實說 一個人家裡很有錢 我們要怎麼樣來 隨喜功德 人家過去一定做了很多布施啊 對不對 我們要隨喜他們的功德 所以我在路上看到很多車子很漂亮 隨喜功德 看到人家小姐很漂亮 隨喜功德 但是我不會做男人 我做男人 所以 一個人之所以長得漂亮 為什麼 來 休忍辱 不生氣 常供花 所以我們要隨喜他的功德 但是 如果你要快一點 你知道我這世人 長得不漂亮 但是我要多供花 回向給所有 長得不好看的 回向給所有不會供花的 那供得更大 那這個叫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 所想的都是 唸一下 所有眾生 所有世界 所以 希望我們 綿蘭 天氣永遠都好好像今天講 但是你要想 你 吹到這個涼風 你要馬上這樣 還原來 當願眾生 得催涼風 溫暖的陽光 你要馬上把這個功德 布施給他們 不要花錢的 當你看到花很漂亮 當願世界 都有美麗的花 然後讓每一個眾生 而且要把這個花布施在哪裡 來 美麗的花 融入地獄 翁阿風 那地獄那些刀刀槍槍槍就不見了 因為你用慈悲心 把美麗的花 給他們 像各位現在聞到菸貢 來 願此甘露味 翁阿風 融入地獄 翁阿風 融入惡鬼道 翁阿風 融入動物道 翁阿風 同享甘露 永離飢渴 回向所有人類 永不饑餓 身體健康 以此功德 供養諸佛菩薩 天道人道 阿修羅道 同享功德 翁阿風 那各位要這樣學這個叫大正的空性 大正的空就是沒有範圍的愛 簡單的說吧 沒有執著沒有範圍的慈悲 騙一切處的慈悲 所以當你在念佛的時候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你要觀想 哇 所有人都在念阿彌陀佛